英国夜暴 丝毫不差 董先生夫妇是一对非常虔诚的伯教徒 这夫妻二人常年识宿 而且董先生还是民意代表 应酬很多 但他却也一直如素至今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董先生夫妇二人 是因为什么机缘才发心如素的 你说董先生他们俩 为什么要发心如素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直到有一次 在台北参加法会 法会结束后 大家约董太太一起吃饭时 董太太才说出了她吃素的原因 董太太过来坐 来这里坐 我们都是来参加法会的 今天自然也跟着董太太吃素了 对啊对啊 不过我们很难做到像董太太那样一直吃素啊 董太太 我一直想问你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发心吃素的呢 我刚从学校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结婚了 当时还在银行里上班 有一天同时请客 我的舅舅也去了 舅舅舅 舅舅舅 舅舅曾在西间叙述 他过去发生的事 我舅舅一直都是吃素 我那时也不理解 他为什么会吃素 那天在宴会桌上 他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 我吃素食哦 这些都是荤菜 我不吃的 啊 你只是素食,那多可惜呀 只吃素食的话,会有好多可口的美食无法品尝到的 是啊是啊,反正让我不吃肉,我可做不到 对了,你不会从小到大都没吃过猪肉吧 猪肉的味道可比素食好吃多了 猪肉?这个我不能吃 不能吃?为什么? 不忙可喂 我是猪来投胎的 而且已经做了好几世的猪 其中的滋味,你们是不会知道的 啊? 杀猪并不是一刀刺下喉咙就死的 雪滴完后 再用滚开的水烫皮,一方便拔毛 若有胃拔干净的,就用刀刮 那后,此时猪还尽,此时猪还尚未完全死去 各位想想,拿刀在皮肤上刮毛痛不痛 毛刮干净了,就打封至体内,方便剖腹取出内脏 这正如人没打麻醉剂在开刀一样 内脏和骨头取出来后,痛苦仍然还没结束 送到市场去卖,任由顾客选择 或肥或瘦或前腿后腿的 随着顾客的意思,被慢慢的切成一块块来卖出去 不仅如此,拿到家里有的用煮,有的用炒 凡是把猪肉剁得越碎或煮的时间越长,煮就越痛苦 更残忍的是,把猪肉做成火腿,大把的盐渗入皮肉内 再经过日晒,风吹 这种痛苦必须等到人们完全把火腿吃完为止 还有一种痛苦就是,当猪肉煮好之后放在桌子上 有的人嫌太油腻,就用嘴把上面一层油吹开 此时,猪肉因受水波震动,又烫又痛 如果一只猪有二十人买去,就得等二十人全部吃完了,猪的痛苦才结束 我不知做了极事的猪,数都数不清了 如今每当想到以前做猪时,仍会胆破心惊 你,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是的,本来阎罗王还要盼我这一世再做猪,我一听赶快拔腿就跑 判官很快地抓起一把猪毛,往我背后丢来 不信你们看看 你们不要以为这一座猪毛没什么了不起 要知道猪的毛孔很粗,每到夏天天气热,毛孔里就会生虫 想抓养又不敢,因为我不敢随便脱衣服 这种滋味实在很难受 这就是做猪的果报,我的正报未了 所以现在虽为人生,亦需受种种的苦 奉劝在座的年轻人,知道杀意的果报后,就不要再吃众生肉 现在吃多少,将来就要还多少 吃十只就要还十次,吃二十只就得还二十次 这,这,我可不想受这样的罪呀 我也不想,看来我们得赶紧吃素,才能免受这样的罪 那次回去以后,就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我先生 他很有善根,听完后就立即表示 从今以后,什么肉都不吃了 因为吃猪变猪,吃鸡变鸡,吃鱼变鱼 所以我们夫妇俩从那时起就开始吃素 一直坚持到现在 好 看来我们也该翻人醒悟了 是啊,为了避免报应,我们也不应吃肉,要改吃素了 为了维持社会的安逸 为了消除过去世所积累的杀业 为了避免将来临终往生时,坠入三恶道 大家必须要终身戒杀不速,互生放生,并且多念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